沒有任何的預先的立場是要收什麼 或者是要不要收 我們是完全開放的 我們沒有說一定要改什麼 沒有說一定不要改什麼 我們澳門有錢可以虧得起 三百萬算是怎樣 算得多少錢 沒有一個目標原則來去做這個工作 這個是非常之危險 也表示他幕後有一個計劃來收縮言論自由 新聞局豪華三百五十多萬聘請民調公司 為應修出版法和實聽廣播法鋪路 但背後究竟有改什麼怎樣改 新聞局一直指示大耍台積圈 鼓弄玄虛 雲高天四批評這樣的做法 不光老民傷財更難免令人懷疑 背後的修法幾多 根本上法院都未必有足夠的知識 和人員去幫助他審議一個案 現時澳門的法例足夠 也都體驗不到一個惡性 或者嚴重的個案 令到我們需要修改現時的法例 我對於這樣有一個很大的保留 在90年代曾經反對澳部政府設立官方出版委員會的議員 吳郭昌指出出版法和實聽廣播法的部分條文 早已過世 特別是所謂的冒犯官員罪 以及帶有新聞審查性質的兩個監管委員會 更加是封建時代的產物 當年澳部政府最終也同意撤回法案 如今新聞局就事充提是一種倒退 吳郭昌強調如果不刪除這些過時的惡法 對澳門社會來說將會後患無窮 澳雅威士彭艾茲 陳建 澳門報導